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染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推开按着我的人 俯身蹲在我面前 离开六年 再次见到白染 心中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毕竟曾经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他 沈泽 你离开我 就是为了过这种日子 怎么 当不成甜狗 要来这里当陪酒 胃里的酒精不断翻滚 我咬牙忍住痛意 冷笑看向他 当然 再烂 也比在你身边当条狗强 白染神情有些错愕 显然几年没见 我在没了他心目中百依百顺的样子 白染是人人仰慕的白氏总裁 而我是他卑微又见不得人的男朋友 我处处忍让 活得毫无尊严 妄图从他那里 换取一丝真心 却不想自己从始至中 只是一个笑话 在一起的这几年里 我为了他放弃了前途大好的工作 只因他一句 希望回家时就能看到我 为了让他养好身体 我替他喝酒喝到胃出血 更是在一次车祸中 为了护着他 我左腿落下残疾 永远走不稳路 哪怕我卑微到如此地步 在外界眼里 我也不过是白染养的狗 一条见不得光 永不见天日的狗 所有人都知道 在白天见不到时间里 他永远都会留出大把的时间 给另一个男人 一个阴心脏病死去 却和我有着五分相似的人 他看向我的每一眼 都是在透过我看向另一个人 他的办公室内 也永远摆着那个男人的照片 每每夜里的缠绵 他嘴里永远喊的是 另一个男人的名字 可当我得知他 爱上那个人的理由 只是因为 他在几年前就过他时 我只觉得可笑 因为当年救下他的 其实是我 但如今我早已心如死灰 不想再同他解释一句 我闭眼冷笑 试图摆脱掉 这些时刻缠着我的噩梦 怎么 真以为我 还会像六年前那样 毫无保留地爱着你吗 胃疼得厉害 尝到好似蜷缩在一起 冷汗从额尖一点点流下 我转过头 不愿再看他一眼 五万 白染呼得冷笑 沈泽 我以为你离开我能多有出息 原来为了五万 就把自己卖了 现在只要你跟我低头认错 我就允许你 重新回到我身边 我忍着疼痛 冷眼看向他 你想都别想 好 我倒要看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白染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他随意招招手 身后的保镖便送来一箱钱 睛买眼前一亮 抱住箱子笑着朝白染点头哈腰 这里是一百万 给我灌到他开口求饶为止 他是在必得地看着我 似乎真觉得我会如同以前一样 围着他摇尾起连 我苦笑 手指一点点钻紧 沈泽 他连你有胃病的事都不记得 你刚刚竟然还真的心软了 一杯杯酒下肚 我脸色苍白 在喝下不知多少杯酒后 我下意识地侧头 却见白染的视线 从史之中都未曾落到过我的身上 真是可笑 果然是喝醉了 不然怎么会还抱有一丝期待 沈泽 只要你喝完 把白总哄开心了 今晚的工资 我给你涨三倍 一经理悄悄开口 你女儿不是生病了吗 这钱够他一个月 一可这想法一出 我便忍不住想笑 担心 他担心的怕 只有这张脸吧 白染见我醒来 态度不耐地递了张卡 是我的错 我以为你还会像以前一样 只要我一开口 你就会乖乖听话 我当时只是太生气了 这里面有一千万 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沈泽 当年你擅自离开的事 我可以尽往不救 你明天就跟我回去 我一愣 几张充满不屑的脸 在我眼前浮现 你不过是条卑微的狗 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和江陵 真以为白染能看得上你这种穷酸货 我忍不住想笑 这么多年 白染竟然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 而他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便可以粉饰太平 六年了 他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在原地乖乖等他 怎么 该不会六年来找了无数替身 再见面 却发现还是我最合心一把 我一把将白染扯到面前 清楚地看到 他脸上流露出心虚 我心灰意冷地松开手 却不想手突然被人握住 沈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握一把甩开白染的手 冷笑着从枕头底下摸到手机 一打开 却发现竟然已经十二点了 远远比我平常回家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 见我不为所动 白染没了好脸色 沈泽 你别给脸不要脸 真以为我缺你这一个吗 我没理会白染 直接冲出病房 却不想 他竟直接跟我回了出租屋 我甩不掉他 直接开了门 佳佳 大门打开那刻 一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 兴冲冲地跑过来 她抱着我的腿 声音软绵绵的 爸爸 你终于回来了 佳佳等你等得都要睡着了 白染盯着小女孩有些愣神 她犹豫开口 这是我冷笑看向她 这不是你当初想要弄死的孩子吗 怎么 不认识了 白染看着我充满恨意的眼神 瞬间慌了神 她抓住我的袖子 张嘴似想要解释 沈泽 我直接将人推了出去 不给她任何狡辩的机会 大门的一下被关上 白染在外用力地拿高跟鞋踹门 沈泽 你给脸不要脸 就别怪我不客气 白染闹腾累了 声音渐渐消停 佳佳跑来抱住了我的腿 目光中隐隐含着期待 爸爸 刚刚那个是不是妈妈 她从小懂事 对这种事情从不多问 但是血缘这种东西是藏不住的 我捧着女儿的脸 藏住心酸 她不是 佳佳 你妈妈早就死了 与其让她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这样一个人 倒不如直接断了她的念想 女儿不说话 小脑袋埋在我的胸口 我将她紧紧埋在我的怀里 不禁想起她出生那天的场景 哪怕白染对我再不惜 我却依旧忍让 有很大一部分 便是因为她怀孕了 在我们在一起的第三个月 这个孩子完全是个意外 白染从不让我碰她 那天却喝醉了酒 迷迷糊糊将我认成了江陵 那是她第一次那么温柔地对我 尽管她嘴里喊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 我却依旧欣喜若狂 认为这会是我们关系的转折点 卑微地认为 或许从这天之后 她会对我好一点 却不想那天醒来后 她大发雷霆 跑到江陵的照片前哭诉 她抱着江陵的照片跪在地上 说自己脏了 真诚忏悔的样子 丝毫不将我放在眼里 更是在那天后 连着消失了好几天 衬得我如同一个小丑 自那之后 在白家 连女佣都能骂我几句 他们说 我是吃软饭的凤凰男 跟白染在一起 不过是涂她的钱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和白染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我一分钱都没用过她的 甚至还会自己出去打零工 偷偷攒钱给她送礼物 只不过那些礼物 不是出现在垃圾桶 便是直接被她送给佣人 后来白染说 自己怀孕了 孩子是我的 她动过打胎的念头 但白染的身体先天不好 这个孩子打掉后 她便再难有孕 无奈白染 只能将孩子生下 这几个月 倒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安稳日子 那天我等在产房外 紧张到浑身颤抖 脑中不断幻想着 之后我们一家三口 在一起的场景 幻想着女儿多可爱 给她取了无数个名字 想着她到底是会像白染 还是像我 更想着 也许她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会收了心思 但当我进到病房内 看到护士将女儿 举到白染面前 她的脸上 却只有嫌弃与厌恶 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江陵 扔掉吧 我不想看到她 长这么丑 真是恶心死了 白染说着 甚至抬手打了孩子几下 我本以为这是句气话 毕竟虎毒还不食子 却不想护士 真的抱着孩子往外走 直接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扔到了医院外面的草丛里 女儿稚嫩小巧的脸 引在草丛里 见到我时 甚至会咧着嘴笑两声 一点也不是白染嘴里的恶心 丑陋 我抱起她 感受着怀里柔软的触感 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为了一个不爱我的女人 真的要连女儿的命都不顾吗 我彻底失望 连行李都没收拾 直接带着孩子离开 更令我没想到的是 在我离开后 白染从未来找过我 她对我是真的一丝一毫的情谊 都没有 我苦笑 忍不住将女儿抱得更紧些 我本以为她睡了 却不想她突然抬头 爸爸 我真的不能再见妈妈一面吗 我真的很想她 我摸了摸她的头 却没回应 我想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但却更害怕白染会伤害她 昨晚没给白染面子 我知道她会报复回来 却没想到她的报复 进来得如此之快 她虽然不爱我 但却不允许一个曾经趴在她脚边 任她摆布的舔狗 挑战她的威严 她找人砸我的出租屋 等我赶回家后 只见男男女女一群人 正站在我逼坐的屋子内 白染便坐在沙发上 她的身边还坐着一个 与江宁十分相似的男人 似乎真如白染所说 她身边从不缺男人 找我也不过是 她一时兴起的怜悯罢了 两人姿态轻易 倘若无人 身旁的人一脚用力 踢到我的膝盖上 我猛地倒下 就这么直直地跪倒在白染面前 她嘴角带着一抹讥笑 直接拽住我的头发 看着我眼里浓浓的愤怒 她勾着嘴角 尖锐的指甲 擦过我的头皮 恨不得在上面抓出几道血痕 你不是喜欢陪酒吗 今天我就让你陪个够 话音落下时 身旁男人直接拿过来几瓶酒 用力砸在我面前 我看着面前的酒瓶 就最后地反抗 男人却直接用力 踢上我的肚子 昨日的胃痛 此时再度犯起来 我蜷缩着身子 痛到麻木 敬酒啊 愣着干嘛 此时距离家家放学 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 她胆子小 我不愿让她 看到这些肮脏罪恶的场景 只想赶紧结束这一切 我咬牙端起酒 白染却直接用力一推 酒瓶掉在地上 玻璃碎片建立一地 将我的手背划破 似是嫌羞辱的不够 白染又端起另一瓶酒 全部浇在我的身上 这副模样 仿佛又让我回到了 六年前那段 黑暗卑微的时光 宴会上 白染喝得醉熏熏 我担心她 便打车一个人 赶到宴会现场 我挡在她身前 替她挡下一杯又一杯的酒 将她牢牢护在身后 可在离开时候 白染却拿起一瓶酒 就这么当着所有人的面 全部浇在我的身上 我知道她会耍酒疯 却没想到 她会如此不顾及场合 谁让你过来的 你也配替我挡酒 你算个什么东西 只有江灵 才能待在我身边 你给我滚 去死的宴会上 嘲讽的目光不计其数 所有人都在看着这场闹剧 我耐着性子 想将白染带走 却不想 她直接用力将我推开 我整个人 砸在巨大的香槟塔上 响声惊动了整个宴会 众人的此时 全部聚集在我的身上 窃窃私语的讨论声传来 替身 见不得人 恶心 不自量力这些词 穿插在人们的言语中 虚如感涌上心头 我忍着难受想站起身 却突然听到 宴会上有人问白染 白总 这是 狗 一条我养的 极其让人讨厌的狗 哄声传来那刻 连站起来的力气 都全部消失 而如今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无论过了多久 我永远都是白染 取笑羞辱的玩具罢了 沈泽 想让我离开可以 你将地上的酒铁干净 我就再也不来打扰你 做不到就跟我回去 白染似乎认定 我会选第二条 他高傲地抬起下巴 拎起一旁的包 便想离去 可在他刚站起的那一瞬 我立马俯身 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同样的事情 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 不劳白总费心了 我会打扫干净的 希望您遵守诺言 以后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他的脸瞬间变得亲子交加 沈泽 你宁愿干这么恶心的事 也不愿跟我回去 我冷笑 恶心的事 我干得还少吗 爱上他 便是我这辈子 干过的最恶心的事 在我手碰到玻璃的那刻 他的高跟鞋 直接毫不留情地踩了过来 剪啊 你不是要剪吗 尖细的鞋跟踩在我的手骨上 用力到仿佛要将我整个手全部碾碎 身后围过来几个人 他们抓着我的头发 用力地朝地板上按去 你不是要舔干净吗 我帮你 一滴也不许漏下 沈泽 你是我见到的 第一个 上赶着要当狗的人 腥红的液体 粘在肮脏的地板上 上面还残留着不少玻璃碎片 只要一碰 便是毁容的危险 男人用的力气不小 可在我即将碰到地上的碎片时 门口传来一道稚嫩的呼唤声 爸爸 我用尽全身力气转头看去 就见佳佳背着书包 从外面跑进来 他呼喊着 用力踢打在男人身上 你放开我爸爸 佳佳 不用管爸爸 你先走 可像来听话的女儿 此时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见从男人说话无用 他转头便看向了白染 佳佳迈着步子 跑到白染面前 抬手揪住他的衣服 妈妈 你放过爸爸好不好 妈妈 白染挑眉 看向跪在地上的我 冷笑道 不是不跟我回去吗 怎么还在背后告诉他 我的身份 想用孩子拴住我 我咬牙 不想与他争辩这么多 只想让女儿快点逃离这里 佳佳 你快点走 别管我 爸爸一会儿就去找你 我不 他执拗地再次看向白染 妈妈 妈妈你让他们放开爸爸好不好 佳佳边说边用手去晃白染的衣角 白染一直对这个女儿没什么感情 此时被晃得不耐烦了 直接用力一甩 将佳佳推了出去 他力气不算小 佳佳身子又小 整个人被甩出去 头磕到了桌角上 佳佳 我用力喊着 却始终挣脱不了束缚 只能看着女儿在自己面前倒地不起 鲜血从她的头上流出 滴在地上 佳佳自小身子弱 都是靠着药材吊着一口气 小时候擦一下皮都疼到不行 白染也慌了沈 可她看着倒地的佳佳 却始终没有上前扶一下 我没有使劲 是她 她肯定是故意的 沈泽 你这人贱 交出来的孩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慌不择路 生怕女儿出什么事会怨上她 今天就先放过你 改天再来找你算账 身上力气消散那刻 我立马跑到了佳佳身旁 护住她的头 却始终按不住一直流血的伤口 心如刀脚斑腾 白染如何欺如 我都没事 可她千不该万不该动我的女儿 我抱着佳佳 走到她身旁 冷眼看着她 沈泽 我告诉你 是她自己冲过来的 你别想赖上我 事到如今 她满脑子想的 竟还是自己 我冷笑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最好搞清楚 当年就你的到底是谁 说吧 我不顾白染事和反应 直接抱着家家离去 江灵冒充我这件事 我也是在彻底离开白染后才知道的 我和白染是校友 她是白家继承人 人人羡慕的白家千金 追求者数不胜数 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喜欢上她 我喜欢上她 仅仅是因为 父亲病情恶化那天 是她开车送我去了医院 我们明明之前都不认识 可她无偿帮我支付了父亲的医药费 她笑得灿烂 漂亮的脸在灯光下 能照进人心 哪怕知道这是她笼络人心 树立人设的手段 我也依旧毫不意外地沦陷了 更是在她落水后 义无反顾地跳下水去救她 救护车赶来 我被隔绝在人群之外 等我赶到医院时 白染早已消失不见 再次见面时 她身边早已站着江陵 我抱着鲜花 告白的话迟迟说不出口 只能远远看着 他们旁若无人的亲密 江陵是比我们小一年的学弟 每个人见到江陵 便会来调侃一句 问那是不是我流失在外的弟弟 甚至有人说 明明长得那么像 可人家为什么便有那个命 和白家小姐谈恋爱 这段隐秘的爱恋 被我埋藏在心底 白染和江陵的恋情 谈得轰轰烈烈 我忍住自己的感情 再也不出现在她面前一次 直到多年后 我们在同学会上相遇 她问我 愿不愿意和她在一起 本以为是多年的付出 得到了回报 却不想是坠入地狱的开端 带着家家搬进出租屋那天 我偶遇了白染的朋友 她言语间满是对我的不屑 被赶出来了 还以为你能多坚持一段时间呢 也是江陵可是白染的救命恩人 也是你们这群杂种能比的 救命恩人 我疑惑地抬头看她 你不会不知道吧 她讥笑 大学时白染落水 要不是江陵 她可就活不过来了 我如坠冰哭 整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 不知该说些什么 当年就她的明明是我 我无奈地想笑 如果事实如此 那我这些年经历的羞辱 又算做什么 得知这一切时 我很想冲到白染面前 愤怒地告诉她真相 想看她后悔懊恼的样子 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既然离开了 便要彻底放下 因为我真的一眼都不愿再看她 也不想再与她牵扯上任何瓜葛 医生说佳佳脑中有血块 虽然一时半会醒不过来 但只要血块消散 人便能恢复正常 可消散的几率很小很小 但也比毫无希望要好 如果佳佳真因此出事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是我生活的全部 心里一直悬着的大石头 轻了不少 我捏着佳佳的手 无助地流下泪来 都是我的错 是我的软弱 害得女儿受伤 佳佳 爸爸会帮你报仇的 你身上遭受过的痛苦 我都会让她一一还回来 之前 我一直顾忌着 白染是佳佳的母亲 选择将一切仇恨粉饰太平 却不想 她不止对这个女儿没有感情 竟还针对她下死手 我刚将佳佳的被子盖好 病房的门便一下子被人推开 白染冲进来 一把拽住我的领子 说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让他们跟着你一起撒谎 沈泽 你真不要脸 她的脸因愤怒而扭曲着 眼底却透露着不易察觉的心虚 看来白染真的去查了当年的事 当年围观的人不少 随便一问便能得知当年的真相 可是白染为人太过高贵 她高高在上 从不与学校里的人交谈 众人只知道她和江陵在一起 却不知他们为何在一起 因此这么简单的真相 却在几年后才被人得知 我冷笑 你把推开白染 别自欺欺人 你真觉得他们会为了我而得罪你吗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步步逼近 白染 我当年为了救你 差点死在水池里 可你呢 把我当条狗一样对待 我拉着白染的手 指向了自己的左腿 看见这条腿了吗 它是因为你才觉得 白染 我不止救了你一次 那场车祸 我被撞倒在地 车轮从我的腿上碾过 如果及时送往医院 还能有救治的机会 但白染却在得救那刻 看都没看我一眼 直接离开 我疼到两眼发黑 如果不是路人好心叫了救护车 我怕是会流血而亡 如今想来 再深的爱 也会被一点点耗尽 沈泽白染看着我的样子 颤着声响开口 闭嘴 你没资格喊我的名字 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家家也不想看到你 将白染推出去后 我脸上的悲伤消失不见 转而拿出手机 拨出一个电话 病房门被打开时 我正在给家家包橘子 桑芸曾联系过我很多次 但这是我第一次答应她的请求 白染和桑芸是死对头 两人关系对立互相牵制 一旦有机会 便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 所以想要报复白染 桑芸是最佳人选 而我与桑芸相识 便是在那次宴会之后 我被白染当众羞辱 桑芸看出我的窘迫 主动提出合作 希望联合我一起扳倒白染 毕竟能接触白染公司核心的人 只有我 而我也是知道 白染秘密最多的人 但可惜 当时的我执迷不悟 认为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 足够多 便能得到白染的真心 因此 哪怕桑芸多次示好 开出的条件丰厚无比 我也毫不犹豫地拒绝 但也正因为桑芸的出现 让我多了一个念头 在带着家家离开之时 将白染不法交易 偷税漏税的证据 全部留了辈分 如果再次被白染逼到 走投无路陷入绝境 这些便是我送给她的致命一击 我给白染留了最后一次体面 还她当年的一份恩情 可她却没有珍惜 怎么突然想通了 桑芸抬手接过文件 看着我 细写开口 桑芸只不过是我 对付白染的一个有力工具 对于她的话 我并不想多说什么 也并不想自己的遭遇 成为别人逗乐的八卦 因此对于她的话 我也只是笑笑不作回应 推开门将人送出去时 桑芸突然转头看我 沈泽 你真就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吗 明大才子 被一个女人祸害成这样 如果你肯到我公司 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可以开出来 我确实后悔 金融学是我最热爱的专业 没日没夜的学习 无处施展的想法 全部因白染而毁于一旦 如果是刚毕业的我 或许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桑芸 可如今 我精疲力竭 只想平淡地过完一辈子 不用了 如今我只想尽快解决这一切 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带给人无限痛苦的地方 如果你反悔了 可以随时回来找我 最后我也送你一件小礼物 听我说完 桑芸只是微微一挑眉 但笑一声离开 病房门关上那一刻 手机弹出一条消息 而伴随着那条消息一起到来的 还有三百万 三百万 足够付清家家的医药费 也够我下半辈子无忧 可当我拿着钱去缴费时 却看见了我再也不想看见的人 沈泽 白染看见我 便离开扑上来 家家的医药费 我都付清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医生过来 他一定会没事的 我抬手甩开白染 他身子一歪 险些摔在地上 沈泽你还在生我的气 对不对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 我只是认错人了而已 都怪江玲 是他骗了我 我也是受害者呀 听到最后一句 我没忍住 直接笑出声 受害者 你也配 白染你爱的 只是你自己的幻想 谁救你 你便爱谁 如果不是刚出生的你 没有意识 你怕是 连给自己接生的医生 都会爱上吧 白染脸色煞白 显然没想到 我会说出这么难听的话 医疗费 我会还给你 家家不需要你的脏钱来治疗 家家这次的治疗费和手术费 再加上之前欠下的医药费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对于之前的我来说 是根本拿不出来的 白染眼睛一下子瞪起 你哪里来的钱 谁给你的 你有资格问吗 我冷眼看向他 他心虚后退 却再次上来试图拉我的手 审则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要和别的女人扯上关系好不好 我真的改了 我不会再对你那样了 别碰我 我嫌恶心 桑芸送我的小礼物 带着满满恶趣味 是白染的照片 我离开期间 白染找了不同男人 床上的他表情淫荡 让人不忍直视 而每一个男人 都几乎有着相似的面容 熟悉到令人作呕 和我在一起时 他口口声声 要为江陵守身如玉 而在我离开后 却爬上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床 真是虚伪至极 你怎么会有这些 白染崩溃大叫 沈泽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 只是喝醉了 喝醉 真是烂俗的借口 我不再与他争辩 直接离开 不顾他的生死历劫 等到我办好离职手续回到家后 已经到了深夜 却发现白染竟一直站在外面 他穿得单薄 脸冻得发紫 像是为了刻意引起别人的心疼 沈泽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是最喜欢喝排骨汤了吗 我专门为你学的 白染将手里的保温筒递过来 白皙的手背上 被烫出来大片的红紫 他自小金贵 食指不沾阳春水 吃饭也是人送到面前 到了如今 怕是连锅碗瓢盆都认不清 竟还真去学了煲汤 你尝尝 好不好 他眼里带着期待 曾经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 如今出现 也变得不过如此 白染 你不用做这些 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更恶心 那你怎样才能原谅我 白染捏着我袖子 我确实是因为你救了我 可后来我想清楚了 只有你对我这么好过 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沈泽 据你原谅我好不好 他抱着我的胳膊 闪躲之时 白染跌倒在地 可他却不管不顾 直接缓住我的腿 你不原谅我 我就在这里跪一个晚上 你不可能不心疼我 我冷笑 只觉得太幼稚至极 好啊 那你跪吧 只不过好心提醒你一句 这里不是别墅区 晚上可全部都是醉汉 说吧 我不顾白染的反应 直接一脚将人踢开 开门进到屋内 机票订的三天后 医院也重新物色好 收拾好东西 我便会带着家家 彻底离开这片伤心地 当我将行李箱搬出时 却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尖叫 我透过窗户 便看见白染正在被人 拖着往外拉 高跟鞋早已甩掉 男人的手在他身上 胡乱地摸着 是住在隔壁的男人 常年喝酒家暴 老婆三年前便跟人跑了 刚刚是随口吓唬白染 想将人逼走 却不想他会真的遇上这种事 白染挣扎无果 在看到我时 眼睛蹭一下亮起 沈泽 救我 沈泽 男人抬头看我 手上的动作却不停 他挑衅开口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小子 私心确实不想管 毕竟我恨不得白染去死 但是我不能容忍这种事情 发生在我的面前 白染再过分 也只是一个女人 可当我低头翻找 趁手的防身工具时 余光却看见了 两人不一样的姿态 男人冲白染 点头哈腰 姿态卑微地接过 白染手中的钞票 可当我再次抬起头 两人又变成了 剑拔弩张的样子 怒火在心中蔓延 我拿起一旁的棍子冲出去 沈泽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你舍得 看见我被别人欺负 话还未说完 便被我一把薅住衣领 白染 别一次次挑战我的耐心 把人当猴耍 好玩吗 我白染被我的反应下蒙 半天说不出话 我不想再看见你 滚 沈泽 我只是想让你出来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只是太爱你了 他尖叫着 试图抱住我的腰 却被我用力甩开 整个人狼狈地跌倒在地上 外面下起了雨 他趴跪在雨水中 眼睛直勾勾地 叮得屋内的我 哪怕我将窗帘全部拉上 白染也不曾离开 早上刚一开门 白染便冲了过来 他手里拎着豆浆和油条 头发湿漉漉的 衣服上满身泥漉 再无当初风光无限的样子 早饭 我专门给你去买的 他面色苍白 极尽癫狂地看着我 我接过早餐 当着白染的面 全部扔进垃圾桶 恶心 我留下一句 转身离开 之后 白染每日都会在我屋前 他跪在门前忏悔 甚至将之前我送给他的礼物 全部都要了回来 要不回来的便去买 你渐渐放到我的面前 每日都会包不同的汤 买不同的早餐 只不过 我一次也没碰过 他似乎是要将过去 我为他做过的事情 再次还给我 只不过 他用错了地方 白染这几天 一次公司也没回过 白氏群龙无首 人心涣散 被桑芸抢走了 一个又一个项目 而他满脑子 还都是情情爱爱 等到白氏 快要被搞垮之际 他才终于想起 自己还有家公司 但却为时已晚 桑芸拿走 白氏的全部资源后 便直接不留情面地将白染搞垮 当初我留给他的东西也起到了作用 白染的负面新闻满天飞 在他打算回去处理时 警察却比他先到一步 这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输给桑芸那个贱女人 他疯癫自语 在看到我时 瞬间变了一副面孔 沈泽 你等我 等我处理好回来找你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是我和桑芸一手策划的 只不过我没想到 那些照片 桑芸竟会一起交给媒体 我只是想要白染得到惩罚 桑芸却想让白染身败名裂 再无翻身机会 你该不会心软了吧 电话那头 桑芸调侃 没有 我只是觉得这样做太过了 如果你知道 他为了项目 将我父母活活逼死 你就不会觉得我做得过分 他冷笑 我恨不得他被千刀万剐 白染被捕入狱的消息传来 我正带着佳佳去往机场 似是女儿也有感应 在白染被抓的当晚 医院告诉我 佳佳醒来的消息 手机上收到白染的短信 是他最后的请求 沈泽 你能不能来见我一面 我只有你了 我抬手回了个好 却在下一秒直接关机 带着佳佳登机 只是我没想到 自己一下飞机 便会收到白染自杀的消息 照片上 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枚戒指 那是我们在一起第一个月时 我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手机上 还有白染发来的无数消息 直到最后 他才意识到 我回得好不过是在戏耍他 我也要让他体会一次 满心期待逐渐落空 一腔热血被人浇灭的心情 佳佳喜欢海 我们在海边定居 日落之时 他拎着一桶螃蟹 扑进我的怀里 爸爸 佳佳想吃大螃蟹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